各位鄉親大家好 歡迎收看九位一盒的新中華新聞 我是林怡婷 人都知道 中華關係跳步要的大關 是全國跳步產品重要的三地 中華政府為了要提供 中華在地有一個跳步產品 將伴侶在空地裡挑戰嘉蓮華 挑戰開傘好豐年下流活動 從九位十一盒開市九十個車 年少四個禮拜 大佩四大組的輪流程中 向全國大流提供中華優質跳步產品 肉是林怡中央200一萬 中華官也是台灣豬、牛、牛、隔、愛的中央三地 中華官政府為了要行銷 提供中華優先的肉類產品 將從九位開始 年少四個禮拜基本中華挑戰嘉蓮華 挑戰開傘好豐年下落活動 中華官在翁閔表示 中華官的挑戰在全國是非常優質 包括兩家的肉營、兩位的成員量都是全國第一 市地的收容雖然是全國第三 但是今年的三地超過一百億 又要將彰化最好的產品推銷出去 所以彰化館政府張學相關的活動變成一國國的活動 我們都知道彰化館是一個極限的大關 那過去呢 都由我們的協會呢 很用心在做相關的這個選擇 那這次呢 幾年開始 我們就把我們的極限 統一起來 做一個月不同的一個這個時段 來做共同的一個行銷 那也透過這樣的加值 讓我們的產業能夠被大家看得見 那我們呢 在這個部分 我們的積壓的部分呢 大概佔了全國的四分之一 那雞蛋呢 國產的每兩顆裡面 一定一顆是來自於我們的這個彰化餡 那毛豬的這個產量呢 也是全台灣第三 那我們的生乳還有羊肉都是全國第一喔 那這麼多的一二一第一呢 那我們希望讓更多在地的鄉親也好 也透過這樣 那行銷讓更多的人能夠進來 那瞭解我們的這個產業喔 那我們從九月十一號開始 連續四個禮拜 那在不同的地區做不同的一個這個行銷喔 那結合了雞鴨羊豬牛的一個這個主題 來主辦我們這一次的這個續產開散 好豐年的一個這個系列活動 也希望透過這樣啊 把我們平時我們的續產 我們的這個鄉親的一個努力呈現出來喔 中華館農業儲標是 九月三好在在賀米基盤 土地出銷活動 附下中華建管三百年 大家土地只要三百塊 還有沒有菜館能夠挑戰 對九月十一號開始 在六個推銷有幾本的鴨揭手的活動 邀請大家再回來參加 感謝我全花館 好吃的各行肉類產品 請進化新聞 別別人全花 彩虹報道